在韓國上好多綜藝節目 她現在在哭號 我們先擦一下眼淚 你怎麼能一開始就這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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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了呢 姿怡 然後 覺得 不可能 違規無音節忍了十一年 終於發行個人迷你專輯 我就是從韓國表演這樣子 然後到台灣記者會 其實我回到台灣 我壓力是更大的 對 因為 對 因為我從這邊開始 然後我今天回來這裡 覺得 我不想丟台灣人的臉 專民們的話其實我看到 當下我還是會覺得很難過 當下會覺得 就是 就是換你來 但是我覺得要畫 就是這種事情為力量 貴貴的偶像310也錄了VTR 恭喜她發片 她是我心中的一股很大的力量 每次我在M Countdown的一個主持 我碰到她 我有去留言 她有說 妹妹加油 希望你一切順行 而有網友質疑她上節目唱對嘴 貴貴表示 其實我真的都有唱 我有聲明說 的確是有電聲音 但是我的確是唱現場 鬼鬼對於扶貧 似乎有著跟偶像酒令相同的鬥志 要謝謝 曾經很不看好我的人 謝謝你們給我很大的打擊 讓我一直很努力 有時候看到酸民的留言 會鼓起我的士氣要再更高啊 就是要更努力 難怪我們鬼鬼的氣勢 越來越強了 大家好 我是國際小巨星 報導